一開始 這部片比較沉重 這部紀錄片很沉重 但是我覺得這個 先把比較沉重 拿出來講吧 可能會比較沒 可能會比較 壓力比較沒那麼大 你曾想過 到底如何決定生命的去與流嗎 看到太多患者 接受無效醫療所苦的 吳玉政律師 醫生 吳玉政醫生 他到處演講 起座推廣安心走完人生的最後一理路 最近吳醫師接觸到24歲的禁欲 正直青春的他 卻因車禍導致脖子以下全部癱瘓 已經躺在病床上快七年了 意志清除 並且能說話的他 被困在一個 被困在一個無知無覺的身躯中 這頭緣的兩人 變成了經常聊天的朋友 看著近於年紀輕輕 卻沒有活下去的動力 吳醫生開始對於生命 有了更深一層的體悟 與母親相依為命的韋薇 剛從軍裝退伍 要展開新的人生 不料母親中風急救後 狀況不樂觀 兩人過去 就曾商量過將來生病送醫時 不要進行無效的醫療 但是母親送醫後 韋薇才發現 關於母親與自己的秘密 讓她開始在放手與不捨的之間 陷入天人交戰 台灣 目前有近4000名仰賴呼吸器的病患 平均臥長兩年 他們大部分沒有意識 與外界溝通的唯一管道 是心電圖上的波形圖 看似獨立的故事 卻各自有關聯 每個人都有自己要面對的人生 留下或離開 都在一念之間 所以他的一念是這個東西 一念之間 我當時有提問 當時有問導演 這個是禮拜一有一場 在那個特應會 然後當時 陳佑有去看 當天 因為當天是 我突然下午有事情 然後所以 我去看是 我還有一點點小遲到 就是 從那個極雲之間狂奔這樣 跑過去 然後所以 進去看的時候就 大汗淋漓 然後超級無敵狼狽 對啊 你進去的時候已經開始播了嗎 我進去的時候 還 我進去的時候好像 還沒開始播正片 對 可是就是變成說 我要馬上這樣子 坐下來 而且我還 說 完蛋了 忘了去尿尿 趕快再跑出去尿尿 這樣 還來得及這樣 那還好啦 那沒有多感 有點狼狽 只是很有趣的是 他電影 一開始 就是一個 黑白的畫面 然後很安靜 然後就 不知不覺的 就即便 當時很氣喘吐吐就開始 馬上就進入那個情緒 如果我其實不知道 贏年的眼神 可是 他一開始 我就大概知道 這是在講 一個很 沉重的事情 然後 他是一個 需要沉澱下來的一個 故事 對啊 然後又是在意願裡面 哇 完蛋了 那 我要開始講了嗎 你既然都已經開始說了 你就直接說了 對啊 對啊 而且 因為 不知道我媽有沒有聽 這種話 就是 最近剛好 我們家 那個我奶奶 也是 臥病在床 然後也是 又經 經歷過那種 就是 醫生出來 跟家屬們說 哎呀 那個你們要做個抉擇啊 然後可能 會 有 會有危險啊 你們要先做好心理準備啊 而且 我奶奶又 其實 已經 就是中風 中風很久了 然後 生活不太能治理 對啊 所以 看這部片的時候 其實感觸啊 感觸還蠻深的 就是因為這部片 就是在講 兩個 兩個 兩個癱瘓的 生活不能治理 要 包括 機器具 維生的兩個 患者 只是一邊是從患者自己的角度去看 然後其實他是一個很年輕的一個男孩 然後可是他就已經就是要靠別人來幫他 就是上下床啊 甚至他要出去看個太陽 可能都要哇費五六個人在那邊幫他搬 然後就是他的採訪就是 感覺的出來他其實非常非常的絕望 因為還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好 然後其實這個生命的路還很長 所以剛開始就講說其實他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不知道該怎麼繼續下去 甚至我當時我看的最心疼的就是 醫生說我要帶你出去看看 出去曬曬太陽 然後那個這個年輕這個青年就一直一直有點抗拒 一直說不要啦 然後不要出去啊 然後要幫他戴帽子就說 那個我們可不可以推我到人少一點的地方去 不要被他看到 就是說其實這個病不只是他身體上的不方便 那這已經造成這個年輕人整個 自尊心都完全被擊垮了 然後他已經不知道要如何去 站在眾人面前 他覺得別人一定都會恥笑他 就是他的自尊病人非常非常低落 那其實我覺得那是 對於長期 就是躺在病床上的病人 這件事情是非常 嚴重的事情 就是心理上的影響 其實遠比我們表面上看到的還要嚴重許多 那當時其實醫生就問他說 那如果 欸爆雷沒關係吧 好這好像沒什麼好爆雷啊 對啊 就是說欸如果 你可以自己決定的話 你會不會希望 早點走 這樣子 然後其實他就覺得說 我不想要給別人添麻煩 嗯 那另外一方面 就是 那個韋韋這個青年 有沒有也是一樣看著 他是以家屬的角度 就是他看著 自己的母親躺在病床上這樣很辛苦 嗯 然後經過 其實 這種醫療啊 只能把人救活 非不不能把人醫好 那反而 這種過程中 可能對於病人來說都是很辛苦的過程 嗯 所以 那個 呃 韋韋啊 就是家屬其實也很心痛 要嘛 尤其是 他 跟母親講說 欸你以後呢 可能 要嘛要插管 要嘛可能隨時都會有危險 還是要回醫院 哦然後呢 呃 以後我 不能很常來陪你的時候 然後就看到那個 病床上奄奄奄奄襲的老婆 這個老婆婆 然後就默默的流下眼淚就 覺得啊 真的是 非常沉重 因為 我自己是 還 覺得說 我自己 心裡還是有一個既定印象 覺得說 欸 似乎 嗯 父母啊 或者說長輩 好像 總還是 比我們厲害 然後還是幫我們撐著 嗯 然後是 在 電影的時候看到一個母親 然後就是這樣 無能為力 然後就這樣 流淚了 然後 兒子在旁邊也很心疼 就覺得 非常傷心 然後他們也是 在想說 欸 那如果以後 遇到什麼狀況 是不是也 也不要急救了 對啊 這件事情其實 像 我們家就曾經有討論過啊 就是說 欸 那如果 在急救救起來 是不是 病 病人會更痛苦 那是不是也 不要急救了 就真的喔 這是在我們家 客廳 然後呢 都是 都是男人這樣子 大家就在那邊 討論 然後 不知道該怎麼辦 尤其 這種 抉擇最困難的就是說 其實 你不知道病人的意願是什麼 然後 然後你也不知道到底 治不治得好 那治得好之後 到底 會 怎麼樣 也不知道 的時候 可是卻 要去做一個抉擇說 我要決定他事生事死 還是你的親人 這 其實 非常的掙扎 那 這部片 他其實就是在看說 這兩個人 他們怎麼去 看這件事情 怎麼去看待生命 把他們做 決定的過程中是如何 最後其實 就發現說 兩 兩邊的人就是 經過了這段時間 他們突然 也不是突然 就是他們慢慢的 可能看的心態 欸 不太一樣了 一方面還是覺得說 好像 那是一種 那是一種解脫 另外一方面突然就 欸 其實 留下來 好像還是有希望 我覺得 這是 這很有趣 他其實並不是 一個 單一的面向 在告訴你說 一定是 要或不要 再告訴你說 其實 兩種都有可能 然後 其實沒有什麼好 沒有什麼壞 那只是說 因為 我們好像 從來沒有面對過這樣子的 或是說 我們即使面對了 常常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甚至很難開口 就要如何去 跟 你的親人說 欸啊 那個 我決定 要讓你 死掉 不是這樣子的嗎 嗯 你也很難去 跟著家人說 欸 好 我覺得 那個 他這樣很辛苦啊 那我就 我要讓他死 這樣子 通常 想像起來很難開口 嗯 那 其實 當時 呃 導演 他自己也有說 他拍這部片 並不是要給一個答案 而是要 給你們看 討論的過程 就是當然過程中 你可能突然 欸 又覺得說 啊 不要放棄他好了 也許哪一天會有機會啊 不是 然後 可能又轉變心情說 啊 他這樣真的很辛苦 嗯 那重點是 你去討論 你去思考 然後 死亡啊 或是說 這個 面對 無效醫療 這件事情不再是一個 大家絕口不談的事情 大家敢 認真去面對 這部片有 一直在講一個 概念叫做無效醫療 就我剛剛講的嘛 其實 呃 現在的 醫學可以把人 救活 可是不能把他醫好 所以很多那種 例如說躺在病床上 然後 需要靠機器來 維持 生命的 那他 病人其實 也沒比較 也沒比較輕鬆 然後家屬其實 負擔很重 對 那 那個東西 到底會不會好 其實 可能機率很少 好像 有點 是不是植物人 也是 有點這種情況呢 就是說 他 只是 只能維持現狀 那 那個維持現狀 是必須要靠很多 力量 跟很多血淚 去把它維持住的 那他 其實一直就在想說 到底 這個東西 是不是 必要的 或者說 如何去看待 無效醫療 對不對 那 以後 如果說只要親人 遇到重大的 傷病 就躺下來了 那你就可以馬上說 放棄急救啊 好像 也 說不太出口 所以 看 看我這部片 其實 那個感觸 非常深 就是 他們 裡面 的人 他們的掙扎 他們的 那種 很難做抉擇 甚至到了最後 終於 做了一個決定 或終於有了一個結果之後的那種 送了一口氣 其實 其實都還 滿能感受到的 嗯 那 呃 我覺得 這種事情 其實 現在 可能 不管是自己有經理 還是 有聽身邊的人講 這種事情 似乎 似乎很普遍 嗯 所以 這部片 沒有很長 這部片才 一個 一個多小時而已 對啊 去看這部片 其實也是 呃 去 可以 好好的去 想說 如果到了這時候 我會 怎麼想 或是 到了這種時候 別人是怎麼想 嗯 對啊 我 只是 這部紀錄片 我覺得 還滿 呃 值得 值得去看看 因為他講的這個議題 是 呃 我們可能都 必須要面對 甚至 未來 自己 對啊 像 像我 常常 例如說我可能 回家跟我爸媽吃飯 然後 我爸常常就會跟我講說 欸 以後 如果我出了什麼事情的話 好 請 務必 馬上 讓我放棄急救 這樣我不想要拖累全家 聽到這種話的時候 其實還是會 有點傷心 嗯 嗯 嗯 像他們就有說 台灣 會被 會怕被罵 不肖 這其實就是一個 可能去 阻 阻斷我們去 很 呃做出選擇的一個 一個障礙吧 就是我們在面對生死問題之前 似乎有一個道德 的枷鎖去框住我們 然後讓我們不敢去做出 我們想要做的決定 嗯 對啊 那 當然還有另外一種情況 嗯 據說也很常見 就是 哦 大家為了分遺產這樣 不知道 哦 老爸爸 對 遺族還沒寫下來 所以大家 讓他 你不能死 這樣 嗯 似乎這個無效醫療 真的在台灣很常見 那 似乎這種 可能甚至不見得是 醫療吧 那如果去 面對生死的時候 怎麼去 怎麼去思考 然後呢 那個心境是如何 所以我覺得 欸 這部 意念是 有 他以一個很 還蠻理性 旁觀者去看 這兩個 一個是 患者一個是家屬 看他們是怎麼去想的 對啊 我覺得還蠻值得去看 所以這是你的感覺 嗯 嗯 好的 你有看過這部導演之前的電影嗎 呃 沒有耶 沒有 對 那 他之前拍的一部電影叫做那個靜默的陽光無厚 嗯 對 然後 當時我去看的時候我其實就覺得 這個 那個 他的那個題材很有趣 嗯 所以當時我記得我在我的那個 你們現在應該去那個 搜尋應該可以搜尋到當年 應該是兩年前的事情吧 對 然後那個 我們那個我跟那時候我記得是大家跟我一起聊這個 嗯 我覺得那個題材很特別 對 講有為什麼我剛剛講有趣的時候那個那個什麼突然間聽一下 你知道嗎 因為當時 因為那個題目啊 是 在講一個大體老師 就是有人把自己就是過世以後把自己的身體捐出去 然後給醫學院的學生 是 解剖啊 然後上課用這樣子 對那所以那是在講大體老師的故事 他們說那個把自己身體捐出來的這個人 他們就會稱它為大體老師 嗯 然後後 就是大體老師他身邊的親人的故事 這樣子 對 但是那一部 紀錄片其實是一個非常特別的題材 所以我之前就是說這是 我說講說這是有趣的題材 但是你知道下面就有人留言說很生氣說 這種事情很嚴肅 你竟然可以說它是有趣的 然後就 啊 好 那應該是說這件事情應該是我在提到之後我會 好吧 我覺得我那個時候好像是講說 有 我不知道我當時有沒有回答有沒有回應這個這個留言 嗯 我記得我那時候只是說這是 這是語助詞 就是我們其實是很想要 說他很特別 嗯 那也許我用的是有趣這個字 這樣子 對 那好 我回過頭來繼續講 就是他當時 這是一個特別的題材 那 可是我覺得 嗯 他跟一念啊 相對起來 那個靜默的陽光舞后其實講的是一個人 他沒有辦法 好好的跟自己的 親人道別 因為他的親人 變成了大 就是在過世以後變成了大體老師 是 然後當大體老師呢 是不會下葬的吧 他就是一直被冰在那個 那個什麼 冷凍櫃裡面 嗯 因為教學 然後那個 也是要看他們排課啊 然後什麼時候要 要使用他之類的 嗯 所以大體老師他們也是有排隊的這樣子 對 所以在那段時間沒有下葬 然後他就 都會去看他 然後可能都會跟他講話 這樣子 嗯 然後 你就會覺得說其實他 一直以來就是 沒有經過一個 跟他好好告別的一個 過程 一個一個儀式吧 就是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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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走到那一步 就即使他的親人已經過世了 他還是要一直面對他這樣子 對 但他內心其實也很不捨就是 一直一直在留電這件事情 一直都跟他講話這樣子 就這樣過了大半年這樣 對 那 你們可以去看一下那個 那個靜默的陽光午後 我覺得 那個故事很感人 很特別 對 那 同一個導演他接下來拍了一面 我真的覺得他真的很喜 應該是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喜歡 那是說他總是 在 尋找的題材都是生與死之間的 的題材這樣子 那一面 他一開始好像 我覺得他乍看實際下 好像是在講無效醫療 那後來仔細思考以後就發現說 其實他這個紀錄片講的東西 卻是 兩個 因為 因為好這一點我覺得也是 我在看紀錄片的時候 其實我並不清楚那兩個人 他們的背景 你知道 因為他這一部紀錄片只講了兩個人 兩個案例而已 一個是那個 薇薇嘛 然後另外一個是那個 禁玉 然後禁玉是一個 禁玉是一個那個 癱瘓的人 癱瘓的一個 的那個 我一直在想說要怎麼樣 用一個比較婉純的字眼在講這個 這樣講他 你知道嗎 因為我一想到他可能也在聽 對他有可能會聽啊 對因為他也是台灣人對不對 就算他現在實況沒聽到 他以後也會聽到啊 有沒有機會聽到 有可能喔 對 所以我一直在想說我 在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他們也會聽到 那我也是有些話是 想要想要去 如果有話要跟他們講的話 也是會想跟他們講 對啊 然後 他是一個那個 上半身 他大概只剩下 因為他好像脖子頸椎上面其實受傷 所以他整個整個上半身 到下半身都已經是不能動 基本上就頭可以動 對 那另外一個韋韋則是 他的那個 母親 其實我覺得紀錄片沒有講清楚 紀錄片裡面沒有說他的 他的媽媽 對於那個 無效醫療這件事情 就是那個什麼放棄 有沒有放棄治療這件事情 對 可是剛剛劇情剪輯好像有 對那好像就變成說是 但是好像是一個他本來 簽了那個什麼不需要 查管 然後結果到了 到了那個 最後的時候 可能還是因為放不下 所以讓他 就救了他這樣子 的故事 那一個是 因為因為 禁慾的故事 是比較 特殊的 是老 他是一個 醫生 醫生一直在宣揚 就是希望大家 就是不要做無效治療 對 可是當他 看到禁慾的時候 又覺得說他其實是很糾結的 因為 禁慾雖然他是一個 不能夠動的人 但是他才24歲 對那24歲然後 每次在問禁慾的時候 他也是說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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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夠離開 他是真的希望能夠 不要再躺在這個地方 他寧願死 你知道 所以後來 醫生有一段 他有在 那一段討論是 醫生在跟 攝影師說 他也是覺得很糾結 因為當他 當他看到 他覺得說如果他是在跟 年紀比較大一點的人的話 他覺得壓力是比較小的 但是他看到這一位 是24歲 那 那他就會覺得說 哇他還可以活很久 如果 如果我們那個 如果我們 調理的好的話 他還是可以活很久 那這樣子是不是有 他會覺得說 他內心是很掙扎的 所以 禁慾跟韋韋兩個 其實是有一點相對 一個是年輕人 兩個都是年輕人 可是一個是 一個應該是說 躺在床上的一個是老人 一個是年輕人 是 對 然後 一個是 病得很重 是不是要 是不是要送他走 另外一個是 他 野軍也很重 但是他活了 好像還有很多機會 可以一直活下去 那 你要怎麼辦 對 其實我那時候在看的時候 我得說 我的思緒其實就飄開 這個紀錄片其實他其實花了 在前半節花了很多時間 他花了蠻多時間在講禁慾的故事 因為禁慾的故事 其實他其實我覺得他花 比如說他其實 有一段很長很長的鏡頭 其實不只一段 他有很長很長的鏡頭 是在描述社工 就是慈濟那邊的社工來這邊幫忙他 可能把他抱上床 然後幫他喬那個什麼 他的那個電腦 因為他那個 給他做了一個類似像 史蒂芬霍金 在用的那種用嘴巴可以去控制的那種 電腦 可是呢 為了要讓他能夠用到這一台電腦 其實是調了非常非常的久 就是弄了老半天 因為他沒有辦法 沒有讓身體去救那個儀器 所以儀器要去救這個身體 所以那就弄了老半天 然後鏡頭是刻意的讓這件事情 一直不斷的錄下來 讓你知道說這件事情是有多麼的辛苦 每天都要這樣子 他稍微動一下 然後或者是可能又把他移走 然後回來就又好像在這樣子 然後或者是說他 外面下雨了 然後他進來房間裡面 然後那個房間就是 他也是花了很長的 就是他沒有剪掉那個畫面 就讓你看著他 就一直看著外面的窗戶 很久 很久 久到讓你覺得說天啊 好可怕 好無聊 他好無聊喔 怎麼辦 他不能夠做 可是他就是這樣躺了七年 你會覺得說 哇 就是如果是你 你是怎麼想 你就不能動 你真的每天就是只是看 比如說我坐在這個椅子上 我就不能離開了 有人吃飯餵我 然後那個那個什麼大小便 他也來幫我弄這樣子 然後我身體癢 或是什麼 我沒有辦法抓 然後那個 我比如說我要調麥克風 然後要人家來幫我喬 然後他可能會直接對到一個 我不希望 我不舒服的位置 嗯 對啊 那 你這時候就會發現說 能夠動 是一件 很那個什麼 很奢侈的事情 很奢侈的事情 因為我曾經也有發生過那個 我扭到腳 我扭到腳 然後我那時候住在五樓高的那個 房子 然後我沒辦法爬 沒辦法走出去 我稍微一弄我的腳就痛得不得了 然後我真的沒辦法離開 然後我知道 請我朋友 幫我買東西給我 嗯 對 那那個時候其實已經有稍稍體驗了一下 說 你行動不方便 會是什麼樣的狀態 嗯 只是只是腳扭到就已經是這麼的不舒服 會讓你全身都不能動 對 其實他有好大一篇是在 試圖讓你去看說 癱瘓的人 他 所遭遇的狀態 那他雖然是活的 我他雖然活著 但 你 他會問你說你這個活的到底有沒有品質 嗯 對 可是 應該是我 我 我為什麼剛剛在提到我思緒飄開這件事情 你知道嗎 嗯 因為我就忍不住 因為你大家也知道我其實是個科幻粉 是 對 我那時候在看的時候說 哇 那 大家 大家會 呃 應該是說 一般一般觀眾 會如此的 應該說在像在科幻片裡面啊 有很多 很多的描述是 在描述人 人類跟機械的結合 嗯 然後在 初期呢 就是一線題材裡面 他們會對於人類與機械結合是抱於恐懼之心的 對對對 對 但是當我看到那一幕的時候說 你們有 我那時候就是想說 有什麼好恐懼人與機械的結合 如果他能夠動起來 這有 這有怎麼樣 嗯 你知道嗎 我那時候是這樣想的 所以 人機一體很好啊 如果能夠讓 金玉能這樣子的 沒有辦法行動的人 能夠再度走出去 哪怕他下半身變成了機器人 可不可以走出去 那都是比現在躺在那邊好上百倍 嗯 對 因為 當然那個什麼 很多科幻作品是 是在提到說 他人變成了機械以後 他 沒有的觸覺 或者是沒有的味覺之類的 這種 悲傷的事情 對 但是我覺得現在 對於那個 金玉這樣子的人來講 他只要能夠走出去 就是已經是一件 呃 非常 非常棒 非常棒的事情 嗯 對啊 那 他在裡面 其實也有提到了 就是他 醫生有問他說 你 如果 有機會 要動手術 然後 可是 不知道那個什麼 就是這個 不會是百分之百 嗯 可能只有三成的機會 可以讓你 可以 能夠開始復健 能夠稍微手開始動 這樣子 你要不要 他毫不猶豫說要 他問他說 即使 會失敗呢 他說如果失敗了 就不要回來 就死掉吧 嗯 為什麼 因為他實在是不想 他實 應該是說 我可以在裡面感覺到 他巨大的渴望 他就是想要改變 現狀 是 他已經沒有 他已經無法再忍受他 繼續躺在這邊了 對啊 但是我 我在那時候在看的時候 我其實 也 覺得 很 應該說我的同理心 其實有很巨大的那個 波動 然後我曾經就在想說 他能夠 能夠為他做些什麼 你知道我在看著紀錄片的時候 我在想說 我能夠為這樣子的人做些什麼 你知道 哦 對 也許 也許我 講 講 能夠講故事給他 我能夠做的事情 是 就比如說 在那個什麼 我還是在做實況 我在做實況 我知道有很多人是邊工作邊聽 聽我講話的 他們 他們不會在意說我 他們沒有在看我的畫面 但是他們在聽我講話這樣子 但是為什麼 因為我 我的 我的實況其實就是 我們是談話性實況 那這個談話性實況 那個畫面的動靜本來就不多 對 那可是我們的話題其實是可以讓大家那個 什麼 邊做事邊聽的 所以其實很多人是怎麼做的 這樣子 那 所以我才會說也許他會 會聽到 對 那如果這件事情 如果能夠最對他那個什麼 能夠排解他的無聊 對 那是再好不過的一件事情 對啊 我很有 我曾有想過 如果今天不能動的話 我要幹嘛 嗯 當然以我自己 平常娛樂來講 我說我會 我一定要看電影 對 我一定要打電動 對不對 我要看看 看看動畫 或者看書 之類的 對啊 那 我是不曉得那個什麼 進入會會不會去做這種事情 對 但是我也相信說他這些東西可能是無法排解他的他的痛苦的 因為是說我在我這個小小的不成熟的一個心態裡面我會覺得說我 我如果有一天不能動了我要幹嘛這樣我可能會一直不斷的閱讀 或者一直不斷的 玩遊戲之類的 嗯 對 那 講到這個其實 我也看動畫嗎 對 那動畫其實也有一些題材 也有在提這種事情 嗯 像刀劍神域吧 刀劍神域裡面有一段其實我覺得他們就是前一陣子那個活獸世界裡面也有一個案例啊 就是在講說有一個玩家過世了 那他這個後來很多玩家朋友以後才發現說 這個玩家他原來他已經生病很久了 他躺在床上很久很久這樣子 那那個可是在這段時間內只有這些遊戲裡面的人 能夠陪他 這樣子他跟這些朋友們一起玩遊戲的那個就是讓他在在病床上面他還有別的事情可以就有人可以跟他對話有些人可以跟他 他有朋友 那刀劍神域裡面也是有那麼一段 裡面有一個我忘記他的名字 對那個角色我記得是林園會配的 就是那個亂馬二分之一啊林波林的那個配音員配這樣子 他就有提到說這個女孩子他 他在現實生活裡面他其實已經不能動 他基本上是已經是半隻無人的狀態 但是呢 因為在刀劍神域的那個世界裡面是整個人的就是 呃他有點像駭客任務的概念就是你你在做夢 你在做夢的時候你在玩這個遊戲 這樣 人人就躺在在現實生活中你躺在那個地方這樣子 嗯 對那 可是這個女生他就在刀劍神域的世界裡面他找到了他的人生 他在裡面是可以走了 而且其實他的劍術超群甚至就是比主甚至還打贏過主角 對 老師用物兵 老師用物匹配的嗎 OK SORRY 應該不是林園會 SORRY SORRY 對那就是我弄錯 對那他呃在這一段時間裡面就是說他在裡面也交到了朋友 然後甚至他那個團啊 他那個那個 那個工會啊其實都是一些都是都是有同樣問題的人這樣子 對就是有些人生都是生病啊然後然後我真的覺得他當那個主角碰到那個工會的時候你會覺得工會其實有一種巨大的悲傷 你知道隨時就是可能玩著玩著然後有一些人就沒有出現了這樣子 那你就知道說他可能已經不在不在這個世界上 真的不在這個世界上 那那個時候我覺得那一那一篇其實我覺得很特別因為在那個什麼動漫裡面啊 是一般的動漫其實很多時候他其實會把主主題放在打格鬥冒險然後或者是那個什麼以刀劍神譽來講還多了愛情啊 嗯就是你要為了追求你的愛然後你然後有就有壞人把他爐走然後你要去重救他這樣真的是這樣子哦 因為那個因為男主角的女朋友是那個什麼有錢人家的千金 然後就跟就可能就有一些劇情說他是被那個什麼就是 跟人家那個已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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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取配給人家了之類的之類的 然後取配給人家的那個男生就是為了要講反正就是他搶他企業了 然後可是他們都是會最後都是在那遊戲裡面解決的 關起來這樣子 那可是突然間在絕見篇這個 絕見篇這一篇 嗯 有記這個角色啊 我就覺得其實這個是真的是原創作者對於這件事情 那個什麼他丟了一個很大很大的提問 你們看不起遊戲嗎 可是對於很多人來講他這是他的人 他是他在這裡面反而才是才是獲得人生的哦 嗯對那你們會覺得說玩遊戲的人沒有人生是真的是這樣子嗎 對有些人來講那個地方是真實的 嗯對那這到底是好還是不好呢 如果如果他在現實生活中真的不能動 那你為什麼不讓他在 那你為什麼要否定他在遊戲裡面擁有人生這件事情 然後當然那個作品到最後其實還提到很多他們 還真的有做了一些事情 就比如說男主角他們本來只是下課 或者是回家以後會在裡面 你會在裡面玩會在裡面闖關這樣子 那他為了有記呢他可能還在現實生活中試著要把 呃用webcam啊然後讓他們看到 讓有記能夠看到外面的世界 哦 就讓你讓可能讓女生帶著webcam 走出去外面就是那個 因為因為跟有記交朋友是女主角 對是亞斯娜然後亞斯娜就可能帶著他出去外面走 對然後他就跟著他一起上課這樣 然後有記突然間看到自己好像突然間能夠去上課這樣子 那對他來說那也是一個哇那個想都想不到的事情這樣子 那我好這個只是我在看境遇的故事的時候 開的腦洞你知道嗎 就是現在的生活現在的科技能夠幫助他到什麼程度 雖然說你知道每次在看那個國外的東西好像國外總是在 在講一些那種 科技發展吧 比如說抑制啊 對啊或者是機器腳啊什麼之類的 但是我覺得心靈衛生這件事情也是應該要去注意的 那我們 有沒有辦法讓他 在床上躺在那邊 還有不是不只是發呆而已 我們還有很多事情是可以做的 我覺得那個什麼現在的醫療環境是 我們保持他的 身體能夠活命 但是呢 對於精神與心理這件事情其實是很少在做 那我相信馬可多啊其實就是有在注意這件事情 要不然他就是不會常常去辦那個活動 去那個什麼讓病童去讓病童開心這樣子 嗯 但是我覺得那個什麼如果只是辦活動這件事情本身其實 是不夠的就是我覺得通常 因為因為辦活動這件事情是很不容易的 因為你要很多人喔一起然後為了一個理由然後去做這件事情 那他平常平常日常的時候他還是只能躺在那邊 是 那到底有多少 能夠為他做多少事情 你知道 但是我覺得現在應該是說 當我看到精神與他有一台電腦的時候 我覺得他可以做的事情應該是蠻多的 我知道說他在打字上一定很痛苦 我真的就是畫面裡面在看到打字的時候 我就知道說他那個打得非常非常的辛苦 因為他是用嘴巴去控制類似滑鼠的那個桿子 之類的 那你也知道說你自己要試看看你用這個東西打字要打多久 嗯 但是我是覺得說應該 能夠試著讓他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但是我其實覺得這支紀錄片的 他關注的點就真的不是這個地方 你知道我在看的我覺得我在看這紀錄片的時候 我其實想要知道的是這個人他的日常 到底是 他需要什麼 然後他 能夠做點什麼 那他有沒有 因為 因為最後做談的時候紀錄片的導演說 他拍這一支覺得很 絕望 是這支紀錄片本身的確的確是絕望的 嗯但是我覺得 這也是因為他在取材的時候沒有去 我覺得他有點刻意的 是他刻意的不讓你知道 他不知道韋韋跟金玉他本來是做什麼的 他是幹什麼的 然後他平常是什麼樣子的人 然後他 在這幾年間他做了什麼事情 沒有他就是這樣這件事情是集中的 專注在 他是不是要放棄無效醫療這件事情 那當然如果你集中在這一個點的話 那當然是非常非常的絕望啊 對不對 因為我在走了以後那個什麼 就是出來以後 我也跟人家聊聊聊到這件事情 就是說因為我因為講到無效醫療 因為那一天 座談會完了以後 每個人都在講這些事情 對對對 就是很大家很踴躍的在講說 我也有一個什麼我也有一個什麼 經驗說老實話我也有 對啊我的奶奶跟外婆其實都是 都是到最後就是 怕就是已經生病生到最後就 沒有辦法再 再動然後接下來插個管然後躺了兩年 都是都是這樣子 我躺一年躺兩年 然後我奶奶跟我外婆都是那種八九十歲 然後到最後我們其實 一開始去探望他 到後來我們工作我們要繼續工作的時候 我們其實也越來越少能夠去看他 那為什麼我們其實在私底下我也不會演 我每次去去的時候我其實是很抗拒去的 因為我去並不是說我不愛我外婆或我奶奶 而是我去看的時候看到他痛苦的時候 我是很 我很不願意看到他痛苦的樣子 但是我又不能夠改變這個現狀 所以我就很迴避去 很迴避去見這件事情 每次去之前我都會覺得很 很抗拒 我會很想要逃避這件事情 但是我後來思考一下 這是人之場景 我們都會這樣子 對那也就是說當他說最後 導演其實在提說你們平常不會去想這件事情 那是不是現在可以開始想這件事情 然後但是他自己也承認說 到了真的要面對那件事情的時候 你仍舊 沒有辦法做那麼好的 就是你還是在決定上面可能仍舊是很辛苦的 對 但是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因為一個那個曾經經歷過這種事情的人來說 我覺得 呃 不是我們平常不去想 是 不是平常我們那個時候 而是 你知道你想了沒有用 對所以你想了沒有用的時候 你 你為何還要去想 就是很痛苦嗎 你想就是痛苦 但你就知道這件事情是沒有正確答案的 沒有對或不對 只有你當下做的決定結果怎麼樣 然後做的決定 我是覺得說 應該是說你做的決定 你就接受這個決定 是 當然你在中間的猶豫其實 你就是一定會有的 但是我自己的個性是做了以後 我就接受這個決定 我就是不願意再回去思考這件事情 因為思考這件事情你可以想個沒完 那個時候比如說 這個道理跟你 沒有中樂透 然後你結果再回頭在那邊想說 我那時候要是簽了數目字是不一樣的 會不會怎麼樣 這是沒有意義的啊 因為就是已經發生了 然後你去想這個東西 那是對的嗎 你剛剛簽那個做是錯的嗎 你不會這樣自己嗎 這沒有意義啊 這一點意義都沒有啊 所以我覺得 但是我在看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是看到一些人生 人生啊 你知道 當韋韋在跟他的母親的時候 就是欸 他可能 人生價值觀就改變 對 我覺得那個什麼 通常在經歷生死之事之後 你的價值 人生價值觀就會改變 是 至少我自己是這樣子的 我就是因為經歷過人生 人生死的事情 我才會喜歡 銀翼殺手 然後銀翼殺手這部片 很明顯的其實也是 因為雷利斯考特 他經歷了生死之事 他才會寫出 他才會想要去拍這部電影 然後這部電影 再問的是 生與死的問題 嗯 對 其實你就可以在電影裡面看到 那些複製人們 為了要追求他的 再多活一刻 嗯 他付出了所有的力量 對 那 他們只有三到五年的壽命而已 嗯 對 所以我就是覺得其實 欸我也是不曉得 進去有沒有想要看這部片 但我也不曉得進去看那部片 以後會不會有別的想法 也許不會像我想的那樣子 嗯 但是我在看 最後那場戲的時候 我以前看的時候沒感覺 等到我經歷人生生死大事之後啊 嗯 我在看那戲就有感覺 我看著那個 呃 魯格豪爾在 房子裡面奔跑 嗯 他快要死了 他天亮就要死了 嗯 他一開始 我就覺得那一場戲 呃很多人不 沒有沒有 沒有那個生死經歷事情的時候 他可能真的不太容易理解那一場戲是什麼意思 嗯 嗯 對就是 好 一開始他是因為他的 朋友 被那個哈里遜福特啊 害死 嗯 被殺掉了 所以他其實要報仇 他很憤怒 可是隨著這個追殺的時間 呃過去 他發現他自己的人生也快要結束 是 因為他變得很像是在玩 他等於是明天就要死了 所以我現在要盡情的享受我的每一刻的那種感覺 嗯 奔跑啊 然後那個 然後後來就像貓捉老鼠一樣啊 跟他玩啊 然後最後當他的仇敵快要死的時候 他突然間聯名他 然後他救了他 嗯 然後當他把他救起來以後 他開始跟他分享他的人生 嗯 他就念了那首詩 然後那一刻很浪漫 就是人之將死其言野善啊 就是你的你的 你的生活周遭已經 就是說你在他面前 他是不是禮人節已經不重要 嗯 他是一個生命 然後我要跟他分享 我對於生命的 我對於生命的感受 是 對那 我覺得那個 像金玉這樣子 沒有辦法動的人啊 我覺得因為他躺在那邊7年 其實我覺得他已經被消磨到很 已經沒有那個了你知道嗎 我就覺得他可能會已經沒有熱情 對生命沒有熱情的感覺 至少在影片裡面 是這樣子 當然醫生跟他聊天 其實應該是有燃起他對生命的熱情 因為有人來見他了 嗯 有讓他帶 就把他帶他走出去 雖然說那場戲啊 那不能算是戲啊 就是他是紀錄片嘛 所以他在紀錄這件事情 可是你可以感覺出來 這些 這些人在被拍攝的時候的不自在 哦 所以他們會變得有點裝模作樣 對就是包括志工啊 對啊 包括醫生自己啊 醫生自己跑去跟他的同事聊天的時候 你可以感覺到一種非常刻意的做作的感覺 就是 就是 可以感覺出來他們有想要講一些事情 可是就 意識到說 欸我在被拍 就要 欸突然就講的不一樣 就是 醫生自己一定知道的事情 然後他要講給觀眾聽 所以他就問了觀眾一些 就是問了他的朋友一些 呃 他自己應該知道的事情 是 對 然後就是有點硬是要討論 硬是要對話的感覺 但是這不重要啦 就是 我都被我看出來而已啦 對 然後 這是紀錄片其實全程 以黑白 來拍啊 以黑白的方式來呈現 我其實是覺得一方面 可能是他想要 不想要讓色彩這個東西 能夠牽動 能夠改變觀眾的情緒 另外一方面也可能是 因為他拍攝的那個才 的那個 媒體的那個素 的素材其實品質可能沒有很好 那黑白其實可以解決這些 這樣子的問題 看起來有質感 過曝啊 然後什麼其實都比較不會那個 你就把黑白的部分去調 這樣子 是 那 這個是 好啦如果你要講一念的話 我就是 我現在其實 其實我的想法是很發散的 是 我沒有非常的統合這件事情 我只是 因為紀錄片 我覺得紀錄片他在描述的 都是一些現象 是 對那 其實一念這個東西 他這個紀錄片的導演 他沒有特別的去 做 幫這兩個人的故事做出什麼結論 他就是把現象呈現給你看 嗯 對當然啊 他 他選擇的那個觀點 是 就是比如說像我剛剛講的 他 不去 描述盡於他的日常生活 跟他的 母親父親 然後跟他的關係 或者是他自己平常日常生活 在幹什麼 然後 而是專注在 在詢問說 他要不要接受治療 他要不要放棄他自己的那個 無效醫療 嗯 那他的這個是導演他選擇的觀點 是 對他不想 他 對那個什麼 禁慾的日常生活沒有興趣 所以他 他想要講的是無效醫療這件事情 對 那 這就是他 但是這就是他選擇讓我們看的東西 是 那你在看的時候 你會很有 會有很多想法 我敢打賭啊 看這部片 沒有想法的人應該很少啊 嗯 紀錄片 尤其他選擇這個題材是太 太過 敏感的題材 就是死生 所以你知道那天座談會看完以後 就是 特因會看完了 有一堆人在發表意見嗎 甚至連醫生都出來講 講話啦 對啊 醫生講的其實還蠻狠的 就是內科醫生 我覺得他講的其實也是很 應該說他把一些事情很明 很明白的說出來 對 就像剛剛留言板上面有人講說 實況的留言板 裡面有人講說 啊有些人 就是因為那個什麼 為了要領保險金 為了要領退休金什麼的 所以他不讓自己的 就是繼續進行無效醫療這件事情 然後他就他有把這件事情說出來 然後他其實我覺得他在裡面講了說 不是不只是無效醫療啊 就是這些生命本身是不是有意義啊 嗯 對 那可是我其實 好啦 他說他的心 那位醫生說他的心比較硬啊 嗯 但是我其實是覺得說 沒有沒有意義的生命 蛤是 對 但是呢 就是當他躺在那邊的時候 應該是說你要讓他有意義 嗯 當然我覺得監獄這個案例已經是很好很好的案例 就是他已經 他雖然躺在那邊 但是他有意識 然後他可以動 他有一點點可以動 當他有一點點可以動 然後他就可能可以讓他的生命有意義了 嗯 對 可是生命有意義是什麼呢 前一陣子我在玩遊戲的時候也有人在問我這個問題 蛤 玩遊戲的時候 對 但是我覺得那是他在問我一些事情 而是我突然間把這件事情放到生命的意義上面 他在問我說 你這個遊戲你這麼不喜歡 為什麼你還要還玩 你一直抱怨你為什麼還要玩 這麼困難你又過不了 你為什麼還要玩這樣子 然後你或者是你玩惡靈古堡 你又一直被嚇 那你為什麼還要玩這個遊戲 你過不了嗎 對 然後我那時候我跟他回答他就是說 你有看過一部片叫做愛在心裡演難開嗎 對他沒看過嗎 那愛在心裡演難開是那個什麼 裡面有一場戲呢 女孩子那個女主角他是一個老女人 然後他跟一個老男人在一起以後 然後後來分手了 然後他就哭 每天都哭 然後他的女兒看到他很不忍心說 媽媽你為什麼要這樣子哭呢 你那個就是你自己 呃就是 為什麼還要談戀愛這麼痛苦 然後他說 可是這就是生命啊 這就是過程啊 痛苦也是生命的一部分啊 所以我要感受 我要感受悲傷 我要感受苦泣啊 然後這就是生命的喜悅 如果沒有痛苦也就不會有快樂了 喔 戀愛的過程中就是痛苦與快樂都交雜的 所以你擁抱生命嗎 擁抱生命就是擁抱痛苦與快樂 嗯 所以他那裡面一段就是 裡面那一段蒙太奇 是他在那邊打字 他在那邊寫作的時候寫一寫 突然間情緒以來就大哭這樣子 嗯 那他大哭以後就趕快擦一擦眼淚 然後繼續做自己的事情 邊哭邊做自己的事情 這樣子 為什麼 他他在感受情緒 他等於 這好像聽起來 乍聽起來有點虐待狂 但是 悲傷也是也是一個 也是也是 細情六欲跟感覺的一部分 嗯 你要沒有感覺還是 你能夠感覺到痛苦跟快樂 嗯 這是想 這是有痛苦就有快樂 有你如果只要快樂 但是到最後一定會有痛苦 這都是有這都是相對的 對啊 那 我覺得應該是說 好啦我還是 如果進去有在聽的話 我還是要先 先打個預防針 對 也許是我不能夠理解他的 我 我還沒有辦法躺在那邊七年 我不能夠理解他的生活 嗯 但只是我可能在 會去思考說 我到底還能夠做些什麼 那 換作是我在那邊的話 我一定會想盡辦法做一些事情 是 對 那 寫作啊 創作啊 聊天啊 對啊 嗯 別的不提啊 人骨拼圖這支推理 推理電影 哈哈 他就在告訴你說一個躺在那邊的人 他是如何不斷的那個什麼 讓自己的生命有意義 你知道嗎 他推理絕對不是為了想要幫助那個 我覺得推理就是他人生的意義 在推理當中他感到娛樂 他感到快樂 他感到有成就感 然後有一個人可以被他操縱去那邊 有沒有 那個執行 能夠睡醒他的意念 然後他帶著那個什麼 然後到很遠的地方去 他會覺得他自己好像也去了那個地方 嗯 這些都是一些他試圖要讓自己 有用的方式 但是有用是對自己有意義的 而不是說好像對別人有用對自己沒有 沒有這種事情 當你對別人有用的時候 你就只會開始有成就感了 你就開始 會想要覺得自己活著是有意義的 嗯 對啊 好啦這個 這一支 這一支 一開始聊這支紀錄片一定是會非常非常沉重的 對 所以 OK 好 這支 感謝您的收看 喜歡的話歡迎訂閱頻道喔 標題 專請 ete